这个站是中间站 这趟车三点半走 其实这边可以坐大巴车去陵游县 陵游县我已经去过了 就不再去了 最近陵游那边有点冷 到陵游52公里 还可以坐大巴车去宾州 这边有宾州开往阳陵的大巴车 挺多的挺方便交通 到县城 永寿县城 听一下人家这个名字 永远长寿 永寿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 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 常住人口15万 这个地方是永寿县城的北广场 这边的美食有 和老面 羊肉泡馍 定糕 扫子面 醋粉 油汤面 等等吧 怀乡永寿 长来长寿 这是中街 再往下走是永寿县汽车站 从西安到永寿 坐大巴车 一个小时多一点 90多公里 永寿县总共有两座火车站 一个是普通火车站 一个是高铁站 现在 普通列车 景色一趟了 西安到平良的街路 上次我坐过 有一趟西安开往长寿县的小慢车 经过永寿 还有高铁是西安到宁夏的 银川 永寿过去是 宾州吧应该 交通挺便利 饺子管 现在一天吃一顿饭都够了感觉 对面有一家羊肉泡馍尝一下 三顿吃一顿 老是感觉不到饿很奇怪 就说自己逼着自己吃饭那种 永寿县中医医院 看一下这边的饭店吧 香锅冒菜 鸡爪 羊肉泡馍馆 肉姜膜 还有包子铺 这个核烙面在陕西的关中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鸡方上都会把核烙面当作一种特色 毕竟种植桥卖的比较少 现在都属于一些杂粮 这边有啥 砂锅 前边吃 这个地方应该是永寿县城的中兴十字吧 都是一些商业街 不知道在哪边走 随便找一条街走一走 县城规模不是很大 毕竟只有15万人 打面皮 兰州拉面 这边的豆腐脑也好吃 武艺北这边气温要比关中稍微能低一点吧 在刮风下午 我今天风生吧 哇 这边有好几家泡馆 尝一下吧 特色小吃 肉夹馍 牛羊肉泡馍 面馆 在陕西的街道上 要么是凉皮肉夹馍 要么是泡馍馆和面馆 现在每一座县城 基本上都一样 楼市有高有低 肉子油饼菜喝 这个也好吃 饭点 这边多香 两块五 这个是便名市场 豆腐脑 两块五一碗 沿着主干道 一直往汽车站方向走 那边应该卖饭的比较多 手擀面 羊肉泡 好多店铺都关门了 没营业 这个广场非常大 全是人了 这边应该才是中心位置 中心广场 看一下 整个广场上的人 最少上千人是有的 那边在唱戏 这边有一条餐饮街 而泡沫好多都关门了 应该是卖早上 中午 煮馍也挺好 麻辣烫 牛肉面 一盘基本上都是砂锅米线 锅桥米线 每一家都是说正宗永兰 锅桥米线 吃面 酸蜡粉 大锅王 县城人还是比较多的 这些商业地带 这边和前线差不多 满大街都是豆腐脑 辣植株加磨 前面还有家豆腐脑 靠磨馆 老城区还是热闹一点 麻花 我又想吃 吃个泡沫 22 自己掰磨 我还第一次煎这个磨 全给掰碎了 好了好了 猪磨24 泡沫22 吃泡沫 22块钱的牛肉泡沫 这个鲜是天壤之别 鲜上面有三片薄肉片 看这个22块钱的 还不贵这么多肉 全是肉 红花 这22块钱只放了些油泡辣子 这个是泡椒 也可以夹在里面 这个肉片特别厚 特别有嚼劲儿 吃泡沫 我都会配这个糖蒜 比较节腻 22块钱 半个锅盔馍 六七片羊肉 其实离开西安 在虫化县 永寿 宝鸡 永现那一段 量度挺大的肉 西安那个羊肉泡沫是最难吃的 因为肉是太少了 没肉吃啥泡沫 22块钱比西安便宜多了吧 都赶上西安那个优质了都 不往前走了 好了各位 今天到了陕西省的永寿县 简单逛了一下县城 城中心还是比较热闹的 这是一条步行街 刚才吃了一碗羊肉泡沫 味道可以 肉多 两大 吃成了给我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各位 咱们下个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